原标题 永恒的英雄 俄罗斯已是攻现场发现二战苏联飞行员 那一排由于经历过惨烈的卫国战争 现在 在俄罗斯境内 经常还会发现一些牺牲的苏联红军官兵遗物 和遗骸 2018年4月的一天 在一个施工现场 发现了一架为国战争时的米格三战机残骸 经过挖掘米格零下三战机残骸 里面还有一位飞行员的遗骸在里面 米格道三战机飞行员 穿的是海军的神蓝色外衣 米格道三战机飞行员的身份被曝光 他叫瓦西里·彼得·罗维奇 瓦西里·彼得·罗维奇是一名工薰的飞行员 多次获得红旗勋章 米格道三战机的残骸中还有一些武器 有些还保持良好状态 瓦西里·彼得·罗维奇是在1941年9月14日的普尔克沃地区的战斗中失踪的 飞机仪表板上的时钟被永远固定到了17时41分 米格道三战机的座椅防护板被打穿 洞口宽达20毫米 现场可以看到瓦西里·彼得·罗维奇是被德军20毫米的航炮贯通胸部而牺牲的 现场还发现了瓦西里·彼得·罗维奇的大量遗物 米格道三战机残骸和瓦西里·彼得·罗维奇的大量遗物 瓦西里·彼得·罗维奇身上还有苏联时期的钱币 瓦西里·彼得·罗维奇的毛巾和书字还比较完整 经过联系瓦西里·彼得·罗维奇的后备来到现场祭奠他 在亲属的要求下他的遗体将被埋葬在圣彼得堡 米格道三战机残骸和瓦西里·彼得·罗维奇的遗物 现在被保存到博物馆中责任编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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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